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HELLO 你在出發是不是? 誰在出發? I know 今天想和大家拍攝10月最愛 又一個月了 剩下兩個月就過了這一年了 今個月有什麼想和大家分享呢? 我們就現在開始吧 首先由身體保養開始 這一枝是我去年在日本買的Mifia 一個身體保養 但它是泡泡的 它就叫做Marshmallow Care 我自己其實就喜歡用了很久 為什麼一直都不分享呢? 因為香港又不能買 我去大阪的時候也不覺得有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我分享了給你們 但大家都找不到呢? 為甚麼呢? 但最近我就開始看到一些廣告 由台灣開始到最近香港都有了 Livia在這兩個地方也有出這類型的泡泡 Body Lotion 我就決定拿回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實在太好用 我超級喜歡 因為它擠出來的時候 嘩 是超級豐富 有彈性 綿密的泡泡 很厚 其實它一擠出來 是超好推 它一推出來 是超好推 超水潤 我不肯定 因為我還沒買香港的 比較不了 究竟是否同一個質地 還有我買這個玫瑰味 是… 嘩 真的超香 我很喜歡晚上用完茶 在皮上焗著 聞到自己全身都是這個玫瑰香味 嘩 我真的… 我會愛上自己的 然後就到這一盒眼霜 是Kiehl's的牛油果眼霜 我想你們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是沒有塗眼霜的習慣 因為我塗過很多很出名的眼霜 都是喜有之力的 從來都沒有眼霜 可以幫我改善我的黑眼圈 或者眼袋 所以我對眼霜這件事 本身就不太喜歡 但最近我遇到它 我覺得挺神奇的 我試給你們看 我們是輕輕地加了一點 我自己一個習慣就是 喜歡這樣 擦開眼霜的 那你擦的時候 通常… 你看到嗎? 它已經沒有了 它是可以變成一個 好像水一樣的質地 是很刺激的 但它是潤的 你看到手指的光澤感 超強的 它是有潤感的 所以我每次只用手指頭 加一點點一下 就要馬上眼睛推 不然你就會推 它很快就已經吸收了 而且是有滋潤感 是可以令眼紋有淡化的 不可以說一些很深的眼紋 可以消失 不太厲害 但是呢 是可以滋潤到眼睛 又無油之粒 我真的很喜歡 然後就到這支了 它是 Too Faced的Pitch Mist 我喜歡它的原因 是它噴出來的時候 雖然很大聲 是不是很好聞啊? 很香啊 它那一陣… 它那陣糖果味 不是像肚子 是一陣糖果味 是超好 而且呢 你看到我噴了那麼多一下 臉都不是那種濕 滴水珠的感覺 是很好用 還有我沒有記錯 它是115元 這麼細枝可以帶去旅行 帶出街 都可以用到 你看 趕完兩句已經吸收了 我超喜歡它 然後就到底妝的部分 之前大家應該密集色 看我試粉底 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粉底 就並不是那四枝 那就是一個組合來的 組合是乾原度的 還有這一枝Aqua粉底 還有Suru Mura的 這枝Unlimited Breath of All Lasting Foundation 這一枝是我自己買的 是Logon 然後Suru Mura就是PR寄給我的 那為什麼會是組合形式呢? 為什麼會發現這件事呢? 就是這一枝太深色了 我可以擠給大家看 它的顏色是比我本身深了一些 還有它會氧化的 但是呢 Suru Mura的這一枝 色號是574呢 就太淺色了 混合來用呢 發現那個顏色呢 就很適合 現在臉的膚色 真的超級無敵的 這兩枝粉底是乾乾好 它們的性質是完全相反 而又可以互補不足 Aqua Foundation這一枝 它是比較偏潤身滋潤 但是呢 它是會氧化的 它本身已經是深色 它氧化完之後 會變得再暗沉再橙 但是呢 Suru Mura這一枝呢 其實它一上粉底的時候 是很快就設定好了 它不是我本身乾的 純粹它是設定完之後 很快就已經貼服了皮膚 然後它就是非常長的 抗抗抗油 所有的能力都很好 但是就是有一樣東西 不夠保濕 不知道為什麼 陰差洋醋呢 我將它們群組合了之後 就成為了一個最完美最完美的粉底 我很記得有一天用了這個組合 就是1點多左右 開始化妝 在公司 然後出了去工作 然後再回公司 再晚上出Event 之後再去吃東西 再去放狗 之後回到家看著鏡子 我是未見過這麼完美的 過了有12個小時 我未見過這麼完美的底妝 它在臉上 還是非常之貼服 顏色完全沒有氧化過 沒有溶妝 沒有脫妝 沒有脫妝 什麼狀況都沒有 遮瑕力是有變回低的 我想沒有了三成左右 但是其他一切 我看著鏡子是不捨得下妝 所以我是真的驚為天人 是超驚喜的 然後做到一些衣服的部分 是不是超可愛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這兩件T恤 我就是在台灣那裡訂回來的 價錢一點都不算便宜 是230元左右一件 然後郵費是另計的 寄到來香港是收了26元的 值不值200多元 我覺得設計上 你給人的創意是值得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超可愛 但是你說質地方面 湯畫方面 質素我覺得就一般般 它應該是噴上它的形式 所以它不知道會不會脫色 我暫時沒有洗過 遲些再更新大家 你們有興趣的話再問我 但是它真的超可愛 好了 接下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條 底褲 對 我想跟大家分享超私物的一件事 大家看下去 平平無奇的這條底褲 為什麼要分享呢 有個故事的 話說有一天 我的朋友就問我 你有沒有興趣一起買底褲 有個網上減價 我想抽運費 通常我這些事 我就很快答應 我就說好好 你發個網給我看看 我喜歡的 然後他發給我的時候 就發現一條這樣的底褲 是接近300元 我又孤陋寡文 不懂這個牌子 我就問我朋友 有什麼特別的底褲 要這麼貴 然後他就告訴我 原來這條底褲 是可以在生理期的時候 完全不需要用M筋去穿的 那我的小心得 就是覺得其實挺環保的 我也是建議 可能有些人 他M度的日子 不是很準確 有時候可能 那天不知道自己 會不會M度 不想浪費了M筋 就可以穿這些M筋底褲 或者是那天差不多完結 又是那種不想浪費M筋 因為可能未必有 其實穿這個 就非常適合了 我試過在真的高流量那天 他穿大約六七個小時 是有少少開始滲漏的情況 他不是滲在中間底 真的滲不下去 他反而在旁邊的位置 就會滲了少少出來 我也試過是大約第四天左右 正常要用M筋的日子 但是已經不是最澎湃 他可以頂到一天的 而且是不會覺得很臭 很焗 很黏的感覺 我也會保留他減價的時候 應該會再買多一兩條 因為我覺得這個發明也挺好 而且挺方便到一些 不知道那天 來M味來M味的忐忌感 怕自己會漏的M 是很好用的 所以超推計大家 好了 我這個十月最愛分享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 接下來我會分享 大家都期待的 日秋冬Skincare 保養系列 因為收到的又多 自己買的也不少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些好用或不好用 適合什麼膚質 或者更冷才適合的護膚品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播放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呢 你看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